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思考题二 信靠主就有平安 平安之内是对主的信赖 相信他掌管万物 供应万物 并相信他的引导会走向美好的结局 当我们对他如此相信时 我们就处于平安之中 因为我们无所畏惧 不忧虑未来会有什么事情搅扰我们 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爱主 就会在多大程度上达到这样的状态 债子鼠天的奥秘 八四五五节 核心理念 平安不仅是一个连接的状态 也是信任的状态 如果我们相信上帝是良善的终极全能 并因此也相信无论发生什么事 都会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 我们就在通往平安的道路上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反思 你信靠上帝吗 这个问题可能看起来不那么容易回答 但花点时间回忆一下 你上次感到压力 恐惧 或处于纷争之中时的经历 那时你是否对上帝怀有信心 如果没有 可否想象你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吗 你认为有哪些途径 能使你在困境的煎熬时刻 信靠上帝